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学到了我们JavaScript中的函数 学会了如何通过function关键字来自定义我们的函数 那这节课我们接着来往下学 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完成的 我们说到过想实现我们函数的一个默认参数的形式 第一种我们可以通过加一个判断来实现 第二个我们还可以通过arguments有一个隐式的一个参数 这样的arguments对象来实现我们默认值的一个效果 那接着也可以通过它来实现我们这种可变参数形式的一个函数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通过我们的arguments来实现这种效果 那你可以来一个例子 在之前假如说我们写一个函数 test或者我们写的clc 需要接到两个值 叫做xy 这时候呢我们直接return一下x加y 那调用函数的时候如果没过我传参数的话 我想实现一个默认值的效果 我们就可以这么来写 第一个我们可以判断一下x是否有值 如果没有值的话出使为0 再把它复给x 同样的y等于如果y有值的话 复给值是y 否则也初始化只为0 那接着我们在调用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来写alert一下 三 第一次我们不传任何参数 那默认的参数呢是undefined的 那此时呢它转换成false 接着初始化为0 那现在得到的结果是0 没问题 通过第一种形式可以 那接着如果传参数的话 这时候会得到我们的参数 就像一个1 3 得到结果是4 这样的效果 也可以 那第二种呢 当你没有传参数的时候 我们说了 是不是这个参数默认是undefined的 x y 你可以判断一下 ifx等于等于undefined的 这时候我们就把x初始化只为0 x等于0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这个语句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三原算符的形式来写 y要等于等于undefined的 如果为真的话 这时候呢就给它初始化只为0 否则呢就是一个y 再负给我们的y就可以 再往下return一下 x加y 好 那接着调用的时候看一下 第一次没有传值得到的是0 再往下传值了得到的是4 也可以 通过它也能实现这种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你想通过谁啊 通过我们的arguments arguments呢也是可以实现我们默认值的一个效果 可以来判断一下 看好了 我们再定一个函数 看一下通过arguments对象是否能接到传入函数的一个参数 现在假如说你没有写或者你写了一个x写了一个y 我return一个arguments 那这个对象之后我们再alert一下 clc1 传一个1 传一个2 传一个3 传一个4 现在得到的是一个argument object arguments 对象 也可以 那接着我如何得到我们的默认值的效果呢 来看一下我们不return这个参数了 现在需要接到两个参数啊 我们不用传这么多 接到两个参数 当你第一次没有传值的时候 我们这样来写alert clc 没有传值 再往下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可以通过 因为它是一个数组 arguments对象得到是一个传入参数的一个 函数参数的一个数组 那你可以通过它的下标来实现 如果arguments0里边有值的话 有值的话就使用arguments0 否则呢给它处置化值为0 这样的效果付给我们的x 接着再往下 y呢就可以等于 arguments里边的1 下标是从0开始 接着有值的话就使用我们这个值1 否则呢也是一个0 return一个x加y 这样的效果 那第一次你看得到的是0 第二次呢得到的是3 同样的你可以在这来 alert一下 或者输出一下 arguments0 再alert一下 arguments1 你看第一次调用的时候 我们没有传参 那它此时是undefended的 下一个是不是也undefended的呀 接着再往下 如果传参的话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 1和2 再往下返回的是一个3 这样的效果也可以 这是我们通过arguments 这个对象来实现的 这个arguments呢是一个数组 是一个数组 它就可以得到我们传入函数 参数的这样一个数组 它能返回我们所有的参数 那接着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通过它呢 也可以实现我们可变参数的一个形式 什么叫可变参数函数的形式呢 因为你不知道 我要传给函数多少个参数 那这时候呢 我就可以通过arguments这样的一个数组 来实现这个功能 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再定义一个函数 写成一个function test 在这里边 先要接到一下 我们函数参数的一个个数 我可以声明一个 VR cont number cont 或者parameter parameters number 等于谁呢 可以通过arguments 点是一个lands属性 它代表得到传入 参数的个数 得到这个个数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写上一个循环 写上一个for 假如说VR I 等于一个0 接着I 小于我们的parameter number 接着 加加的I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 假如说你讲得到的是这个传入参数的一个核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 什么一个变量 来保存我们的核 VR 一个sum 等于一个0 再往下写成一个sum 加等于我们的arguments里边的 每一个参数的值就可以 最后我们return了一个sum 这样的效果 就可以得到 你传给我两个值 我也可以得到它的核 传给多个值 同样的也可以 那接着我们调用一下test alert一下 test函数 你传一个1 传一个2 传一个3 得到的是6 接着你再传 传一个4 传一个5 传一个6 你可以传多个 现在就得到了534 这样的效果 可以得到每一个参数的值 这样的形式 这就是我们可变参数的一个形式 参数形式的函数 通过的就是我们这个arguments对象 这样的效果也可以 包括有了它之后 假如说我们想得到你传入 函数参数的一个最大值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再往下再写一个 function test1 可以来写成一个 判断一下 首先 得到一下参数的个数 还是一样的 parameter number 等于arguments 表示一个lance 接着 再来得到生命一个最大值 叫做max 等一个0 判断一下 for vri 等一个0 i 小于 等于 parameter numbers 那接着你可以实验一下 alert一下se 你传几个值 看一下得到的最大值是否能得到 123 3432 23456 445643 这时候最大值应该是 445643 你看可以得到 最大值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以后的系统函数 也能实现这种效果 这是我们通过 arguments实现的这种效果 可以得到传入参数的一个最大值 也可以 好 那接着再往下看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在这里边呢 这个通过值传递 包括通过对象传递 这个呢 等我们有了对象之后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讲解 再往下需要了解一下 我们的变量的作用域 什么意思呢 接着我们可以看一下 再来一个例子 F1C3 变量 作用域的效果 首先我们生命一个变量 vrx等一个1 function写成一个test 在函数体内 我们来输出一下 想得到一下 外面的一个全局变量的值 x函数体内 x的值为 拼上一个x 再拼上一个换行 接着我们再写上一个x等一个10 19也可以 再输出一下 对x重新复值之后 x的值为 函数体内 对x重新复值 此时 x的值为 可以再评设一个x 再评设一个br 接着在外层 我们先来输出一下 在外层 我们想得到一下 这个x的值 write一下 函数体外 x的值为 拼上一个x 那此时呢 应该先得到一个1 得到一个1 我们来运行一下 function3 第16行 是不是写错了 document 少写了一个 加号 好 那此时函数体外的值 x为1 这个没问题 因为我们还没有调用这个函数 接着你调用一下函数 那现在应该输出一个什么呀 输出一个函数体内 x的值多少 现在使用的这个x 是不是我们这个1啊 没问题 再往下 对x重新复值了 接着输出函数体内 对x重新复值为x的值是19 这个呢 也可以理解 那接着我们再来输出一下 调用完函数之后 我们再来输出一下这个x的值 x的值为 拼上一个x 再拼上一个br 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此时x的值是多少 11还是19 对 现在得到的是19 在这里边呢 就有一个变量作用域的一个问题 首先来看 我们的变量作用域分为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全局变量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局部变量 那接着 那全局变量 是在函数体外声明的变量 在变量声明开始 到脚本结束之后 都可以使用 那我们的全局变量呢 你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声明的x等于1 它就是一个全局变量 它的作用范围呢 是从该变量定义后的所有语句中 包括我们在后面定义的函数中 使用的代码 也可以使用我们这个全局变量 包括在以后的我们的这个 script表记里 也可以使用我们这个全局变量 那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区别就是 局部变量是在函数体内声明的变量 它仅在函数体内可以使用 同样呢 你想声明一个局部变量呢 我们也需要通过 挖来进行一个声明 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 那接着呢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我们在函数体内 刚才没有通过挖来声明 那现在使用的是 我们的外边的这个全局变量 那接着我们再做一个案例 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我们再写一个 输出一个水平线 再写一个function test1 还是写上一个 或者我们再来一个例子 不要在这个页面中 省得对大家有影响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f1c4 全局变量 和局部变量的作用 区别 首先我们可以声明一个函数 在函数体内写上一个 vr x等一个1 接着 alert一下 x 那现在我们定乱一下函数 得到的是多少 对 弹出的是一个1 没问题 那接着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alert一下 x 此时我们定义x了吗 对 你看 没有 这时候就报错了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1 再往下看一下 就报了一个错误 x是一个 未定义的 is not defended 你可以看到 在这儿呢 告诉你 这个x没有定义 那因为你是不是在函数体内 这样定义的呀 对吧 这就是我们的局部变量 它仅限于在函数体内 可以进行一个使用 那接着再看一下 我们换一个形式 再写一个 function test1 x等于一个5 alert一下x 或者y等于5 alert一下y 那此时我们定义一下test1 得到的结果 先把这个除掉 现在得到的test1 alert一个y 结果是5 那再往下你看 我再alert一下y 那此时它的结果是多少 5 接着再往下 对 还是5 那现在你看到 这样定义的函数 这样定义的变量 这是我们的什么变量 对 这就是我们的全局变量了 那你想定义局部变量 需要在函数体内通过谁呀 通过wa关键字 来进行一个定义 好 那接着我们再写一个例子 就可以帮你来进行一个 更好的理解 假如说我们再写一个 function 我们之前写过求和 clc x y 在这里边呢 我们就可以先来写 输出一下 document.write 首先我们来得到一下 假如说写上一个a的值位 在这里边我们现在定义了吗 没有 那接着如果这样运行的话 是不是会得到一个 什么呀 未定义的 汇报这样一个错误 假如说我们再生命一个 为a x等一个1 逗号 y等一个2 接着再往下 我们来输出一下 在函数体内 我想得到一个x的值 函数体内 x的值为 这时候我来拼上一个x 再拼上一个换行 接着再输出一个y的值为 函数体内 y的值为 再拼上一个y 拼上一个换行 好 没问题 接着再往下 我们还可以再对我们的x和y 重新复值 我可以vr一个x等一个0 逗号 y等一个5 6也行 这个没问题 那相当于是不是定义了局部变量 x和y 这时候我再写一个 z等一个x加y 把x加y的值 负给我们的z 那此时我们再生命一个变量a 是不是在这儿 才生命了我们的局部变量a 等一个19 198也可以 那现在再看一下 此时我们再输出一下 此时a的值为 a的值为 拼上一个a 再拼上一个br 再输出一下 x的值为 x的值为 再拼上一个x 最后呢 我们再return一个z return一个z 同样的 在这看一下 需要注意 我们先来调用一下这个函数 alert一下 clc 我传一个x 传一个y 进去 那现在是不是相当于把1号传进去了 那接着 调用一下函数体 来执行一下 弹出的是一个6 return这个z 这是我函数的返回值 没问题 它为什么是6呢 x加y 得到的结果是6 那接着再看函数体内 第一个先输出的 a的值为 undefended 在这块 你看到 a的值为 undefended 为什么呢 你发现了 我们在书写 在引用这个a的值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没定义呢 在哪定义了 在下方 我们是不是定义了这样一个a啊 如果说在这 你要没有定义这个a 这时候就会有问题了 不信的话 你会看一下 我先把它注定 我们来在命令行中运行一下 这时候就会报错了 好 a is not defended 那接着再看 我们在下方定义了这个a之后 只不过在上方来引用它的值 那此值这个值是多少 对 undefended 不信的话 你来看 它的值是undefended 这样的效果 接着再往下 函数体内 x的值为多少 接着传入一个x是 1 y的值是2 没问题 在下方 我们又声明了两个局部变量 一个是0 一个是6 接着把它复给我们的z 接着得到一下return的这样一个z 它的返回值是6 再往下对a进行了一个重新复值 等于198 所以说此时a的值是198 那接着 那接着x的值是多少 我们也可以写一个x 再等于x加y 那现在x的值是多少了 对6 重新复值了 alert完之后 我们再来alert一下x 再拼生一个g 再拼生一个y 再拼生一个g 再拼生一个z 再看一下 它们的值分别是多少 来看 第一个6 不用说 那x的值还是多少呀 对 1 接着呢 y的值是2 z的值是6 为什么呢 来看一下 在函数体内 你不对x重新复值了吗 但是别忘了 我们在函数体内 通过y关键字声明的 这是一个什么变量 对 局部变量 同样的y也是 那此时呢 你看 你改变了它的值 对这个y层变量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 因为这是局部变量 函数执行完毕之后 就被释放了 那接着再看 在这块 x的值是1 y是2 没问题 那z怎么有值呢 你看到这个z 这个z是什么呀 我们加V了吗 没有加V 所以说 得到的这个z 是一个全局变量的值 那如果此时 你在这块加一个V的话 那现在这个z是多少 来看一下 6 12 接着报了一个什么呢 你看 又报错了 刷新 z is not defended 这时候 你使用的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 我们的未定义的变量 那确实是 这是在函数体内定义的 那对于我们的作用域 是不是仅限于我的 函数体内呀 所以说 这一点也要搞清楚 那通过这样几个例子呢 主要带着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变量的作用域 分为我们的局部的 包括全局的 好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几个例子 好好的理解一下 了解一下我们变量的作用域 这个也有助于我们往后课程中里边进行一个学习 接着在这块我们需要注意两点啊 我们要尽量控制全局变量的一个数量 因为容易引发我们的bug 你看到如果在上方我们生命完一个全局变量之后 那接着是不是在函数体内就可以使用了一个全局变量了 而且如果在函数体内你要没有通过w 对我们这个再生命变量的话 而且变量要重明的话 这时候就会引起我们的冲突 假如说你在函数体内改了这个变量的值 这样的错误是很不容易被发现的 所以说在实际开发中 大家一定要注意 最好总是使用我们的wa语句来生命变量 那什么意思呢 假如说你总是在函数体内生命wa 通过wa来生命 那对我们的w根本没有影响 因为它是一个局部变量 假如说你看我们在这 你看我们生命一个wa a等于1 b等于2 这是全局的 在函数体内 假如说你想再写一个test1 vr一个a等于5 b等于一个10 没关系 return一个a加b 接着你再生命一个变量 我再写一个function test2 你同样的再写wa 等于一个a等于一个11 b等于一个22 return一个a加b 这对我们外层的a和b的值都没有影响 都没有影响 所以说尽量使用我们的这个全局变量 尽量使用我们的wa 来生命我们的变量 那此时你看我调用一个test1 再调用一个test2 我们可以alert一下 再alert一下test2 接着我们再来alert一下a和b的值 此时第一个得到的是15 第二个得到的是33 接着a和b还是1和2 那如果说在这你要没有加上他的话 那现在你再看 现在第一个15没问题 第二个33没问题 第三个a和b的值多少了 对 11和22了 所以说这样的错误就很难被我们发现 尽量的都去使用wa关键字 来声明我们的变量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局部变量 好 那这一次呢 到这儿为止 我们这个和变量作用域相关的问题 包括我们的可变参数的形式 和参数默认值的这种形式 已经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讲解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好好地看一下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